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20是一个非常未知 但是后来慢慢我们克服了 感觉一种新的生活 有什么感觉呢 这个2020 访问我 对 我很久没有拿这些东西 我给我玩玩一次 可是你好像刚才我自己在问之财 他是说还好也好 就你2020年过得怎样 我觉得还好 一直来我的理想就当宰男 你不像 你的个性很活泼 什么嘛 就是感觉好像 我在家里也更活泼 当来当去也在家里 对啊 可是我知道你们好像这个2020年 你们还有负责还有去做一些workout之类的 很多很多 我要学习什么上网 因为我对上网这些东西啊 对啊 我理解 恐龙一只很难学习新的东西你知道吗 那你刚刚说你有跟着陈希去练身嘛 那成果如何看一下可以吗 我给你看 给我看 卖了 你一写都流出来了 先生其实我不是为了要那个视觉效果 也是看到一些封面啊 那种 可以念到十六厘的那种你知道吗 已经裂了你知道吗 但是我们这些东西来都很多牢记啊 很多啊 这里痛那里痛 好了之后呢 有了信心 痛楚不在了 我就开始修身 就有点贪心了 我要我自己大一点那里大一点 修身了之后呢 觉得其实不只是目的 是那个过程 好了 我们现在要迈入这个2021年啊 那你有什么愿望 是我们大家天天年轻 天天平安 你看我跟他就不一样 祝我发大钱 可以发大财 可以赚多点钱 我要学你啊 你真是会老的 老的传说咧 哎呀 其实经过这次疫情之后呢 觉得最重要就是健康和平安 其他东西都是花红 是 说得好 所以大家告诉大家是 我们接下来进每个月 其实都有这样子一个探班的 哦 就可能就一些艺人啊 跟艺人做一下 像制裁这样子的一些专访 所以大家呢 记得一定要锁定在 我们的这个 Amplay 他们的Apps 还有就是我们的 幽宜州的这个 他们的Facebook 以及我们 UFM03的YouTube的Channel 那你就可以呢 看到我们 跟这些艺人的互动了 所以新年年来 祝福大家一下 祝大家平安和健康 那么一切东西呢 都会有更好更棒 对 voilà voilà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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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